这个苏跟蔡双箭头如何呢 传出蔡英文在派系平衡思考之下 主意的总统立委辅选分轨 那么就由苏贞昌跟谢长廷分别来担任主委 来听当事人怎么说 主席直接派了就不用商量了 2012辅选任务怎么瞧 蔡苏会首回相见欢还没个结论 民将中央计划最快6月5号前 就会有第二次蔡苏会勾勒初步竞选架构 高层透露党中央为了整合派系 希望借重孙昌的领军能力 坐镇总统辅选总部和吴乃仁共同操盘 而立委辅选系统则由谢长廷领衔 和党秘书长苏家全一起负责力拼国会过半 明年总统立委是同一天选举 所以怎么样整合统合战力非常重要 我也尽力来做 孙昌认为与其分两轨进行倒不如整合辅选 更进一步在脸书上表示 总统立委辅选若为了整合派系 分立双轨并不妥 因为要胜选整合都来不及了 分立只会分散战力 甚至让外界有多头马车疑虑 一场选战两位重量级大佬投入操盘 是战力double还是多头马车 就看二次蔡苏惠激荡什么样的火花 这一新闻综合报道 再看